世上最幸福的事就是一家人在一起 早晨出门 发现楼下老夫妻的房车开走了 我眼睛一热 心里莫名地感动 真好 他俩终于又可以一起出门旅行了 这对老夫妻先生是荷兰人 性格特别开朗 每次见着我们总是天南海北地聊 妻子是比利时人 有点唠叨 但人也是特别的好 他们俩有一辆相当奢华的房车 每年有六个月去西班牙住在房车里 可是前年妻子心脏出了问题 排队就医 做了支架 刚刚过了恢复期 又发现了其他问题 重返医院 住在康复中心 这辆房车 就在门口停了整整两年 老先生一有空 就擦拭他的房车 他变得沉默了许多 他说习惯了候鸟一样的生活 突然不再迁徙有些不适应 但我知道 更多的是他适应了身边有那个 总是吩咐他做事的女人 家里突然安静下来 让他有些无所适从 妻子终于从康复中心回来后 考虑到他需要静养 我们不便打扰 只去短暂探望过一次 今天看到房车开走 我心上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他们又可以一起出发 一起回家 世界上还有什么 比这更重要呢 转头看看在开车的老公和坐在后座的儿子 我轻轻闭上眼 一抹浅笑 引上嘴角 一家人在一起 去聚会 去旅行 哪怕他嫌我化妆太慢 我嫌弃儿子像个小姑娘 出门还要先打扮 儿子抱怨他车里的音乐不好听 又有什么关系 我们坐在一辆车里 聊着只有我们听得懂的话 我们牵着手 看小镜上的婆娑树影 听脚下树叶和松针的沙沙声 海水漫过来 打湿我们的脚丫 落日沉下去 晚霞染红天际 我们尝试各个城市的特色菜 喜欢的分享 不爱吃的总试图劝别人帮忙 不胜酒力 也敢去浅浊 因为他们都在身边 一家人在一起 哪怕走到天涯 心里也是笃定的 安全的踏实的 即使要在陌生的地方逗留 也好像把家带在了身边 哥德说 最幸福的 莫过于家庭和睦的人 家庭和睦的人 不需要有太多的钱 不需要过多好的生活 但他们的快乐 却比常人多得多 C先生是三个孩子的父亲 他的妻子是社区医生 为了照顾三个孩子 C先生每周工作四天 妻子每周工作三天 两个人忙忙碌碌 赚的钱只够勉强持家 好多人以为 欧洲的家庭 生活都很富裕 其实不然 像C先生 他们这样三个孩子的家庭 想要多一些 和孩子相处的时间 夫妻两人都不能做全职 经济其实蛮拮据 好在妻子多才多艺 家里的墙 他自己刷 老师的橱柜 也自己把它重新漆了一遍 中间还画上画 家里的大草坪 他愣是按自己的创意 把它整成了孩子的乐园 春天里鸟语花香 夏季里果实累累 C先生穿着的 还是九十年代的那种牛仔褂 但他丝毫不介意 自己的穿衣打扮 三个孩子是我的宝藏 他说 他们去旅行 都是在网上找那种最后的机会 头天定第二天出发的行程 特别便宜 说走就走 多好 我觉得更刺激 更激动 C先生如是说 最难得的 是他的妻子也认同这种生活方式 他定下行程 他欢呼雀跃 带着三个孩子一起收拾行李 整装待发 他们当然也可以都做全职 把孩子放在托管班里 那样 一个工程师 一个医生 他们的收入 超过荷兰大部分家庭 但他们选择了 放弃一部分薪水 一家人 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 在他们心里 最有价值的事情 是彼此的陪伴 回忆童年 最难忘的 就是看着家里的炊烟生起 吃着妈妈做的家常菜 晚饭后 听奶奶讲故事 一起看夜空繁星点点 孩子小的时候 父母家人的陪伴 是最好的礼物 等他们长大 终究要离开 有一天 他们会找到另一双手 牵着走过繁华和喧嚣 高兴的时候 一起笑 痛苦的时候 一起扛 拥有这一切时 我们不觉得 可一旦失去才知道 一家人在一起 就是最幸福的事 我的一个朋友 因为被派回国内工作 不得不和家人分居两地 他说 以前总抱怨住的地方太安静 觉得女儿太调皮捣蛋 每次累了都会冲女儿发火 可现在 他多么希望 自己能够早点回到 那个村子里的家 能帮女儿洗一把满是污垢的脸 他再不会因为女儿弄湿裙子打他 因为他打碎了花盆 惩罚他 想想之前 吃完饭 一家人去林子里散个步 女儿像个花蝴蝶一样 跑前跑后 那种日子多么惬意 现在就想早点结束国内的工作 赶紧回去 他终于意识到 那些平凡普通的日子 那些他以为的无聊 却是他现在最向往的生活 西方有句谚语 大意是 幸福不是你家里多富有 而是你家人的笑容多灿烂 西方男人 真正把这句话落在了实处 一切活动都先征求家人的意见 他们不在意吃的 穿的用的上不上档次 最在意的 是家人是否由衷的开心 一个男人 妻子脸上如果没有笑意 他就觉得自己很失败 家庭是社会的一份子 如果我们每一家 都能把自己的小窝 经营的欢声笑语不断 那整个社会也就和谐幸福了 我们都是普通人 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 等我们去做 一家人在一起 不管是浓浓的碍语 还是叙叙的唠叨 那一天天翻过去的琐碎日子 就是我们的小幸福 家庭和睦是人生最大的幸福 我们要珍惜与家人在一起的每一刻时光 用善意和宽容对待生活的点滴 我们都在不同的成长道路上 积累体验 看问题的角度存在差异是正常的 请用包容的心去感化生命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 需要我们不断反思和完善自我 请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随波逐流 我们都在寻找 如何拥有丰富而充实的人生 这需要时间沉淀 请不要给自己设限 保有一颗自由探索的心 后路漫漫 还请继续前行 请用积极乐观的心态生活 珍惜眼前人 感恩生活的点滴 也许明天会更好 还记得赞了好久零花钱 为你买的球鞋 现在一定很久 颜色泛黄 再不符合今年的绚烂 感恩生活的心态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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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生活 等你